她是疫情中的逆行者 去年在童话部见到方程医院嘛 我还去了 大家都不去方程医院 怎么能的见自己 她为了照顾母亲放弃工作 我就天天做饭 尤其是早上换洗 一直都上班 我五月份刚下来的时候都不行了 郁闷的 她说喜欢的人就要有抱一抱的冲动 你要很喜欢一个男人 你是不是有一种 想抱抱他想怎么样呢 想拥抱才是心动 原来不晚即将播出 人分不分早晚 只为等你而来 欢迎收看由专注种植芽的 国建口江医院冠名播出的 原来不晚 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徐国华徐大哥 大哥今年55岁 他在吉林市有四套住房 一套是早年买的 三套是拆迁得的 而且大哥还规划着 退休之后去海淡再买套养老房 说起对于未来的规划 大哥神采奕奕奕的 但是说着说着 这眼里的光就暗淡了下来 他说房子再多有啥用 没有女主人有多少房子 都不算有家呀 是不是徐国华 徐大哥 你好 我是红江小轩大哥 你好 你好 徐国华55岁 离异 月收入5000元 居住地吉林市 住房面积60平米 就自己住啊 对对我自己住 孩子呢 孩子两个孩子 一个结婚一个 完了还有一个在南京念书 大四的 纪念毕业 男孩女孩啊 两个都女孩 南京太景大学 哎呀 好学校啊 211 哎呦 非一般话 大哥一说起来可不要了 丢过室 来 丢过室 反正 换完这鞋进过去 没事没事 没关系 这屋坐的是塔塔米啊 对对对 塔塔米 去年这房子才下来 那去年之前你住哪儿 啊 我家在那个 解放东路那块 啊 还有个房子 还有个房子 那个是50度 也就60左右吧 啊 就是起先隔纳住的 啊 现在租出去了 租出不显的 哎呀 反正给孩子花呗 小孩的花小就够了 我家这是给了三套这个房子 冻签嘛 啊 胡一签 这是单位汇签 完了给一个大房子 换了三个小房子 我有个老父亲 我父亲住9楼 完了还嫌一套 没卖的 卖的我现在等退休以后 我现在到南方 到海南左右 现在买个房子 以后就退休去上海南退休 哎呀 光这一栋楼里 徐大哥就有三个房子 在市中心 还有一套房子在出租 但大哥说了 他根本就不指望这些收入 他自己还有吃饭的手艺 我是搞垫的 就是他们盖房啥的 我就整垫 我是搞墙垫的 就像各家的什么灯啥的 什么动力箱啦 就是机器 铁器啥的 我搞这玩意的 搞墙垫 强垫的 可凭着这手艺 那也是吃喝不愁 我夏天嘛 挣钱能多一点 我在沈阳那个中铁六局嘛 你在那能干多钱吧 嗯 八九千块钱 在那能干了多少时间了 哎呦 我在那干了 反正是开春去 夏天三四月份就去 完了冬天天冷的时候 十月末十月份就完事了 冬天嘛 挣得少点 现在挣得少 三千四千的 还是好上活的 肯干的话 夏天跟着建筑公司干工程 冬天就找了家物业公司当电工 平均算下来 徐大哥每个月的收入 合上五六千块钱 那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他还自己交了社保 大哥说了 去年冬天 他可还利用自己这手艺 为政府出了一份力呢 去年咱们响应咱们吉林市的 政府的要求 去年不再通话不建个方程医院吗 我还去了资源建设下来 我是代表咱们吉林市的去的 吉林市也得去最低一个市得去 十个机工 二十个地工 都不愿意去 都怕他有事 我这没事啊 哥家 大家也都不去 那方舱医院 那怎么能建设起来 回想起当时 建方舱医院时的情景 徐大哥说 那会儿虽然很累 但也很有意义 哎呀 通话冷啊 平平常常 这天通话都得三十多度 零下三十多度啊 我的耳朵都动了 讲工期嘛 哎呀 一天得十六七个小时呗 那么长时间 那呢 脑上七点到晚上的五点一个工 五点钟吃饭到六点钟到晚上的十二点 在这一工 从十二点吃饭到后半夜三点 在这一工 这不一天就三工 反正我们一般程度上 就干到晚上的十二点 有时候太忙 就抢工期了 就是就干到三点 干了十多天 挣了两万多块钱 大话点就是支援这个建设 就是往小的说 咱也是多挣两钱 既支援了国家的建设 又有了一笔不菲的收入 徐大哥觉得 那段时间他过得很有意义 工作上顺风顺水 可唯独在感情上 徐大哥觉得不那么如意 原来徐大哥和前妻 在2017年的时候 就因为感情不合理的婚 离婚后 徐大哥一直是一个人 看到别人两口子成双入对的 他别提有多羡慕了 一开始吧 就不想找了 我心里就这么立刻 逐渐逐渐 不行啊 总一个人 再说人吃服务炸粮 有时候又生个病啥 这个刀跟笋啥都没人 特别是过年过季 人家都家里面在一起 团团圆圆圆 我家就不行 现在一天比一天 岁数大了 我也非常想过这个生活 所以没办法 看到别人家团团圆圆 徐大哥也想有个温暖的家 那他理想中的另一半 又是啥样的呢 找个五十岁左右啥呢 那个有社保的 假如他不 他要是差几年啥 我给他 我给他教 这个 这个都可以 但是我可不管 我管我药材里的这个 磨不行 我找的是媳妇 我不找的是保姆 人都是平等的 找个性格好一点 就是事少点就行 我就行的 没啥事晚上吃完饭了 两口子 我这离江边挺近的 上江边溜达溜达 或者前面有美食街 不想在家做饭了 吃点啥 都可以 咱也有这个经历实力 这种 我就想过二十岁 这种生活 徐大哥羡慕别人家 其乐融融的氛围 下半生 他希望能有个人 跟他一起 过幸福的二人世界 我们就为他找到了 同样家住吉林市的 郭庆华 郭大姐 你好 大姐 是郭庆华 郭大姐 对对对 你好 大姐 我是红娘小学 你好 郭庆华 47岁 黎毅 居住地吉林市 住房面积80平米 我说跟我妈妈好了 吃完饭的吧 我就在这儿等着了 你还得照顾母亲啊 对 母亲你多大岁数啊 76 我看看阿姨 你看她现在 她也啥都不明白 刚才还闹人呢 我现在 你阿姨是咋的了 这是 我床了吗 也说不了话 现在 是咋 脑梗 那意识现在清楚吗 不清楚 对 不咋人银 那就你 你知道我 那我哥和我弟都上班 我这是还有三年 我就退休了吗 我在家去糊弄这边 多长时间了 我就自己叫 去年 就村节 大年初三 就是今年大年初三 对对对 初三 到现在也快一年了 没到呢 发生快了吧 我是五月份下来的 不上班了 之前就是我们几个轮着 那时候她工作 都没什么太难 那后来我弟她们 都得出去上班 从母亲生病到现在 郭大姐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家里 没有人照顾母亲 她也不得不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我就天天做饭 给她早晨 尤其是早上换洗啥的 都给她洗完 没有别的啥 就给她多打点水 要不然她有时候 尿路感染 我刚才又给她喂一边水 总给她喂水 把床单 背罩全给换了 把它擦洗 每天都得这样 那对吧 她卧床呢 早上得几点起来 五点多 五点来中 她六点第一顿饭 这么早啊 她六点九点 然后是 就三个小时一点 到晚上九点 最后一顿饭 实在来中 再给她打水 打流石 那就上厕所还呢 她上不了 都是 那么换尿垫 换换换的什么 给她擦吗 那你能肿痛吗自己 我妈瘦了现在 瘦多了 我这现在 我打去年 我到现在我都瘦多了 我看你也挺瘦的 我去年125年 现在呢 110位 妈瘦15斤呢 你不长了 现在我睡眠不好 照顾病人 其实挺难的 那你自己妈 你不像说照顾别人 我也没想到她能这样 有的时候都接受不了这些事 说这心里话 因为我妈 原来宰着的时候吧 她每天到不需要她干啥 我下班的时候 她就光摆饭 有时候给我整上来 那时候也挺好 那你现在她这样也没有办法 我妈以前总盼我退休 说那一次能领她上哪了 我不 你看那个人 还有四年不就等于 那没行 那一下这样 她原来她腿不好的时候 她心子 只要能走就行 那一下这样 她走都走不了了 说话都说不了 她压迫语言神经的 挺遗憾 因为自己条件 不是多好的情况下 她能走动的时候 你也没领她出去 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 还想不爱 每天面对卧床的母亲 唯一的女儿又在外地上大学 郭大姐身边 连个说话唠嗑的人都没有 刚开始大姐也很不适应 她找到了一个方法 来平复内心 就是练字 没事在家有时候写写字玩 大姐你这是自己写的呀 还是苗的呀 写的写的 玩的就是怕 我没说因为岁数大了 我就觉得提比旺字了都有点 但是你这字挺漂亮的 哎呀就是 我没说在家没啥事吗 这都以前的 这段时间也没讲 那你是练过呀 没有 你这写的多好看呢 哎呀就我没说 我上班一天我们同事说好看 我可没觉得好看 我跟你说心里话 真的 我就没说我长 你看今年 说生孩子的时候 在家待两年 再就是今年最长的了 以前从来没在家待过 一直都上班 我五月份刚下来的时候 都不行了 郁闷的 冷不丁从工作岗位回到家中 郭大杰很不适应 大杰说了 他原本干的 那可都是跟人打交道的活 销售 在销售啥呀 四砖 在陶瓷市场 那几年销售好 一几年是最好的 那时候不一定 不固定 六七千五六千 都有七八千 它不固定 也是抓住客户心里 其实就是算你说 卖货腿勤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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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腿不勤劲 你总想坐呢 你能有接客户吗 姐 那你现在 你也不上班了 还没到退休的年纪 你靠啥生活啊 之前那点 之前不得有点钱吗 靠积蓄啊 你也没舍散呢 现在我吃喝 花不了多少钱 你之前上班挣钱的时候 还得养孩子呢 那她爸爸也管 郭大姐在工作上得心应手 感情上却出现了问题 原来她和前夫在两年前 就因为感情不合分居了 还在今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大姐说 她经常觉得 一个人心里空空的 她也想找到 一个能够懂她疼她的人 找一个怎么什么时候吧 人吧还是丑了顺眼带 性格好点的吧 其实两个人就是厚到一起 为什么也是 互相的都是包容一些 不想找太胖的 身材吧 云柳的 就这一年龄 我也是希望对方还是说 领出去最起码瞅着顺眼 干干净净的 我喜欢这样的 不喜欢直接就把钱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说就心里花 她心甘情愿地给你花 是两回事 你伸手 手心向上 你去要 是两个概念 我始终都这么认为 我也是希望以后的生活 我母亲如果不在那天 我这些年一直都在家 虽然说吉林市有的地方 都没赚钱 我非常希望说储蓄留的 也别都是总为了儿女 就是活出自己吧 想要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么多年不自由 真就是说冬天我也不喜欢 咱们东北这个冷 我在抖音上看有一个 是咱们吉林市这边 有一个那个 人家一到这时候 这种早就走了 上三亚 徐大哥羡慕别人 一家团团圆圆 他最渴望的 就是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景象 郭大姐希望找一个 疼他懂他的人 他们会是彼此 在寻找的人吗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真是你这就是大客家 你好 鞋脱这呗 鞋脱这是吧 不用脱 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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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我瞅着不顺眼 咋的呢 是长的 长的 长的行 长的行不顺眼 不是我想象的 那你想象是啥样的 还是要精神点吧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精神一点点的 你觉得大哥长得咋不精神呢 反正看着不好 他这钻就是 没关系 你这就是那种 抛幼的那种系列钻 好 大姐 他卖过丝绢 你懂 他卖个金缝 反正倒是 跟这个钻倒挺符合的 马可波罗吧 你买的这也是马可波罗 也不便宜 你当时买钱 没多钱 这不小 你这是多少瓶 60来瓶吧 去了公摊能有个 四个多瓶 家反正就这么大到哪 其实我不在乎这个墙 我自己有房有啥的 我不在乎他的房子怎么样 还是丑 主要还是这个人 就是不对性子 这俩人一见面 郭大姐就跟胡娘说 徐大哥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大哥倒是挺主动的 还跟大姐介绍起了 他的个人情况 去年收了这房子 今年房子下来 17年 那你这好年才卓 好年 大哥还有别的房子 这个房子吧 也没一直没装 还有一个 在14楼还有一个 说到房子 红娘突然想到之前 郭大姐说 喜欢冬天去散压那种生活 正好徐大哥也有这打算 就赶紧提醒大哥跟大姐 说说他的计划 听了大哥的想法 徐大姐又会做出 怎样的回应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但是你不说将来你这楼下的房子 不打算做 对 我心里把那房子卖它 卖它 我心里等以后 苏州大等退休了 上海南买个房子 最起码不能买 暖昏的地方 没有啥问 你就也不想再问啥 这我心里话 我要是瞅着顺眼了 我肯定我也想多问 多了解点 这样子我就不想了解啥了 不管徐大哥咋说 郭大姐就是不打查 大哥也就明白是咋回事的 不打直声了 没想到我 原来还是不是那么太好 实话 这没关系 有缘无分 那就拉老吧 有啊 这次相亲没成功 大姐跟红娘说 一定抓紧时间再给她介绍 因为母亲生病之后 她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凡事不能等 大姐说 她一直想带着母亲出去玩 玩旅旅游 但是这么多年 一直都被等等这俩字给耽误了 等孩子大点的 等工作不忙的 等收入多点的 等来等去 母亲卧病在床了 她的这个愿望 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所以呢 她决定以后想好的事 就立马去实现 再找伴这事啊 也绝对不能等 红娘告诉大姐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为她寻找幸福的 那告别了郭大姐 红娘又为徐大哥找到了 同样家住吉林市的 严小丽 严大姐 辛苦了 辛苦了 嗨 大姐 请进几天 是 严小丽 严大姐 你好 大姐 我是红娘小姐 你好 小姐 真年轻啊 姐 谢谢 严小丽 44岁 离异 月收入5000元 居住地吉林市乌拉街 住房面积200平米 大姐 你家这屋里都收拾挺亮的 还行嘛 就我一个人 然后那个 一周就收拾一次房间 咱家这屋子多大的呀 我这个楼下是95的 然后楼上还 差不多一样大的 姐 像你这个装修屋 还得花不少钱吧 我这个装修 在家具下来 就将近24万多 其实这个是吧 我父母在农村 我当时主要目的就是 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 然后后来父母 也跟我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但生活两年之后 觉得这儿的生活 还是不太适合他们 他们还是喜欢 回到农村住去 然后今年拔一份的时候 他们就回去了 我儿子在上学 平时也回不来 就是假期什么都回来 然后就我自己在这儿住了 严大姐之所以非这么大事 又买房子又装修的 就是为了让生活 在农村的父母 过来跟她一起住 大姐说 她的父母 可是为她付出的太多了 其实说实话 我家当时就是挺那啥的 要不然我可能也就面临着 这种失血的危险 我父母他是农民 他们没有什么收入 然后我觉得你看我 那个家庭吧 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然后跟我念书 就是在我念书的过程中 应该是举全家之力 就跟我念书 我那年我是在东北市大年的 对然后那个 我们刚开始开学的时候 就教了七千五 然后这七千五对我家就很难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家 我就有责任吗 由于父母的支持 严大姐又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小学当老师 我教道德与法治 但是我在学校 在综合办公室工作 就是工作性质挺 那个工作就是分工上 比较杂一点 就是什么都做 因为我现在已经从教二十多年了 快二十 二十五年了 其实跟学生之间 还真没有发生过 什么太多不愉悦的事情 工作之余 严大姐也会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 这还有个小茶牌 我就是 没事挺喜欢听听音乐 看看书 然后自己读点花茶 那你这生活挺有情趣的 那一个人的生活 你要把它安排得丰富一点 然后我还比较宅 就是没事我也不下楼 然后就是自己在家 就这么忙活 自己自娱自乐 这双开门大笔箱 有点乱呢 这还乱呢 我就没收拾 把东西都移到这里来了 这些都是调料 就是可以做做寿司 然后自己做水果沙拉 什么的 这么多种米 各种炸料 你平时喜欢吃这些 对对对 我就把那种各种米 放在一起 打成米糊吃 我吃东西比较简单 我吃东西就是烤 比如每天早上 我就烤个鸡排 然后那个什么 然后整个小糕点 然后就比如说 把我那个小糕点 顶上撒点芝士啥的 然后就烤上 然后自己在这儿 喝点米糊 再增点别的 拌个青菜啥的 就这样 朋友都说我是一个 比较会生活的人 从家里的装修 到生活的习惯 无一不看出 颜大姐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大姐说了 她最喜欢的 就是在喝茶的时候 看一本书 品味一种人生 我喜欢看的书 就在这块 像什么曾国藩了 然后就像那个习近平 有一些出的书 就会挺喜欢看的 再就是最累的了 你看我家楼下还有点 就是像人物传记比较多 什么曼德拉了 普京传了 李嘉诚了 然后全是人生智慧的 就这些书 还有尼采的书 书能让人静下来 然后书给人也是智慧 你不出乎 可能你就为什么说 读那个万卷书 然后行万里路 对这个书里面 尼采最深刻的也 最深刻的就是 近阶段吧 看的一本书吧 就是尼采自传 有一句话 我就特别的喜欢 有一句话就是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一种辜负 这就好像 让你在生活中 尤其是迷茫的时候 你就是找到了一个灯塔一样 然后你就觉得 人生其实可以换种方式去生活 把自己人生 应该怎么重新安排一下 重新规划一下 反正这样就是 每一个日子吧 都会觉得丰富多彩的 很有意义 颜大姐现在每个月 有五千块钱的收入 虽说没有很多积蓄 但生活上也没啥压力 用大姐的话说 她要享受生活 这也是我跟我儿子的一个观点 我们也在一起研究过 我说妈妈挣这些钱 存不下钱 我儿子说 妈你挣这点钱 你要存能存多少 几千块钱能存多少 然后你对生活会有一种 匮乏感 你总觉得这东西我不知道有 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有 尤其一些 就是好一点的 贵一点的东西 你就可能觉得 这东西离我很远 我不喜欢有这种匮乏感 我觉得喜欢的东西 在自己可以做到情况 就让自己拥有 干嘛要活得那么匮乏 是吧 原来颜大姐和前夫 因为感情不和 在2009年就离了婚 到现在 她已经单身十多年了 大姐说 她并不着急找另一半 而是更希望碰到一个 志同道合的人 徐大哥渴望着一家人 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场景 与此同时 单身了十多年的颜大姐 也在等待着 那个和她一起热爱生活的人 那他们会是对方 在寻找的人吗 不会走道呢 大家紧张了 不好意思 大哥 你好 进了 不不不不 不用脱 不用脱 进了 没事没事 没关系 我得先进 大姐用一下 洗手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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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还是可能一进来之后吧 我可能也是觉得 可能是觉得这屋里的 其实我也知道男人他不可能手上得很干净 看一个家可能看他的卫生间吧 我不喜欢这么评判别人 我就是不喜 就是觉得不舒服那你能这么评判别人吗 说人家咋咋不红 我叫徐果华 你好 你好 严小丽 来一次 我就想拐 长了像 还一般吧 因为我想象之中的好 你想象中啥啊 怎么我现在个高点的 瘦了点的 就是跟自己的心里的那个定位有一点差距 什么差距呢 就感觉可能是太大了一点了那感觉 身高都挺好的 形体也没问题 但是就是我感觉有点老太 一见面 两人都觉得对方在眼儿上差了那么一点 在哄娘的劝说下啊 徐大哥也主动跟大姐介绍起了她的个人情况 我家自我介绍啊 我家是两个小孩儿姑娘 我立一的 大的结婚了 小的今年年大学 在南京 大四 孩子都挺优秀的 大四 哥兄弟也吧 没有 就我哥一个 一个父亲 在罗夏祖 是不是还没想象中啊 演员没过去 我就是叔叔太大了 是不是这 这叫我叔叔大 人挺热情的 然后也看出来了 也很有诚意 然后通过落壳也很 也很实在 将来谁跟他生活在一起应该可以挺幸福的 我感觉是 但是就是不太适合我 没有什么想了解的 因为不想了解太多 就是因为觉得没啥可能嘛 就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要很喜欢一个男人 你是不是有一种哎呀很想 比如说你要喜欢他 你觉得想抱抱他想怎么样呢 但是我刚才我也认丑的了 我觉得我就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啊 因为过日子 有的时候 你看我一个人我也过了 我想吃什么我也能吃 我想干什么我也可以做 是不是 但是你找伴是为什么呀 你要过得比心里还开心呢 开心的前提什么 就是你喜欢呢 不管红娘咋劝 严大姐始终坚持一进屋的想法 没有抱抱她的冲动 就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没有演员 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来了解对方 我觉得就是这个年龄 找一个伴侣 可能还是说 心里都有一个设定的时候 对方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什么样子 可能是这个先生可能就觉得 就从我自己的内心来说 好像就觉得 还是不是够合适 这个很坚持 就是第一关就演员这一块 就是这个就说白了 这个正常就是 希望你们两个就是在以后 都能够找到一个就温暖的家 行 谢谢爹 听你也多帮忙 刚一进门 大姐就觉得她跟大哥不合适 可是不管红娘怎么问 大姐都不说具体哪不合适 后来大哥说 其实她能理解大姐的这种感觉 她自己也觉得 两个人虽然在年龄收入上都差不多 但是好像精神层面上 是两个世界的人 大姐一看就是那种 没事喜欢喝杯咖啡 读读书的人 自己呢没事愿意逛逛夜市 吃点小串 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呀 根本就不一样 所以呢也就只当是认识个朋友了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 他们都能早日碰见那个 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 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咱们明天再见 咱们明天再见